都说是患难见真情,因为我买房没钱,我闺蜜就借给我十万,可是天有不测蜂拥,就在前不久,我闺蜜就因为出去游玩,发生了意外,去世了,后来我就想着把欠她的钱还给她父母,可是没有想到呀,我闺蜜的爸爸竟然提出来一个让我特别意外的要求,搞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今天就想通过这个平台问问大家的意见, 看看这个要求,我该不该答应,也请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动动你的销售,长按点赞按钮三秒关注一下,谢谢大家 事情是这样的,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之前的一位同事,因为我们俩的关系很好,前几天见面的时候,他就向我说起来一件事,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故事呢,以下我将以第一人称叙述这个故事 大家好,我叫雅静,是安徽人,我从18岁就开始在外打工,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所以我早早的就辍学了 我干过服务员,洗碗工,还干过塑销员,后来进入现在的这家公司做销售 我和我老公呢,就是在工作时候认识的,算是同行 我们在行业交流会上认识后,他就对我展开猛烈的追求 刚开始,我觉得女人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因为漂泊久了 太苦太累,即使是谈恋爱,我也想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男人 那样我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累了 因为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觉得自己长得也不差,身材也很好 凭借我的条件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男人应该不难 但那时候,我老公除了长相是我的菜以外,其他一无所有 和我一样,都是外地人,而且家里条件也不好 如果我和他在一起,我们俩想在城市里立足,压力会很大 所以,即使他追求我,追求得很紧,可我还是拒绝他了 后来,我找了一个男朋友,本地人,有房有车 陷入热恋,没多久,我们就同居了 当我们真正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简直就是把我当保姆 直到有一次,我和他吵架,他让我拱出他的家 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在这个城市,我是那么可怜 当时,因为女人的心思在作祟 我便打电话,把那时候还对我恋恋不忘的老公约了出来 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娶我,只要愿意,我们一起买房子 他当时听完我的话都愣了 其实,我心里一直知道他对我好 即使我曾经说过很难听的话,让他放弃我 可是他却没有 所以,我想赌一把 当我告诉我父母要结婚的时候 我爸妈死活不同意,一是不同意我找个外地人 二是不同意,我家更在外地 但是,那时候,我就想快一点结婚 快一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所以,我和我老公就把手里的钱凑凑 可是距离首付还差十万多 后来,我就只能找我闺蜜借钱了 我这个闺蜜啊,和我从小学就是一个班 只是那时候她胆子很小 而且,一直住在她奶奶家 放学回家的时候,老是被大朋友欺负 因为我们家和她奶奶家离得不远 又加上,我这人从小性格就比较火 所以,看到那种情况 当时立马就上去了 最后的结果,也就是 我们俩都被大朋友欺负 但这也给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那时候她就老说 她爸爸有很多钱 当时我还以为她是骗我的 老笑话她 后来一直到我高中辍学 她转学了 随后,从我妈的嘴里 说她出国留学了 原本以为我们就这样永远地断了联系 可是前两年,我有一天没事干 上了过去的QQ号 发现了她给我发了很多消息 也留下了她现在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我们又恢复了联系 她的变化很大 变得特别漂亮 而且,她家是真的有钱 这两年,她也没少给我花钱 所以,买房子差钱的时候 我就想着先问她借着 当我给她说了以后 她二话不说的,就把钱转给我了 还问我够不够 就这样,我和我老公买了房 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虽然压力大 但是很幸福 我老公呢,也像她当初承诺的那样 对我百依百顺 又加上这两年 我们俩的事业都发展得很好 我成了销售组长 她成了销售主管 原本想着到了年底 就把闺蜜的钱还给她了 可是没成想 天有不测风拥 我闺蜜在去旅游的途中发生意外 等人送到医院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当我知道的时候 都已经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了 我立马就请假 忙过干 等我到了医院的时候 才知道人已经送往殡仪馆 我当时腿都软了 到了殡仪馆后 看着她躺在冰凉凉的板床上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嚎啕大哭 我的哭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就在这时 我闺蜜的爸爸看到我 他问我是不是雅静 我当时很奇怪 因为我从未见过他 他告诉我 他常听到我闺蜜提起我 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和我重逢的那一天 他在家高兴得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听到这 我更难过了 可是比起我 他的爸妈应该会更难过 唯一的女儿 还没有好好地陪伴他们 就这样离去了 我立马上前去安慰阿姨 请他节哀 离开的人 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但是 他也一定希望 活着的人好好活着 就这样 在处理完闺蜜的后事后 我就返回家中了 一晃就到了年底 我和老公就想着 把当初欠闺蜜的钱 去还给他爸妈 顺便去看看二老 当我们到他家的时候 才知道 他妈妈因为女儿的离世 大病了一场 到现在 精神状态都不好 我把来意向他爸爸说明后 叔叔却拒绝了我的还款 说不用还了 这怎么能行呢 虽然安安不在了 但是这笔钱还是要还的 你们不收 我怎么能安心 等到我说完 我闺蜜的爸爸又说 其实 我一直有一件事情 想让你帮忙 本来这两天你不过来 我也会联系你 你是安安生前最好的朋友 小时候 你们又是一起上学 他和我讲过你们很多的事情 那时候 我和他妈妈工作忙 顾不上他 就只能把他送到他奶奶家 虽然后来把他接回来了 但是没多久他又出国了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一直觉得很亏欠他 尤其是他妈妈 一直觉得安安对他有意见 抱怨他 如今安安走了 他妈妈就更愧疚 总觉得自己还没有 好好的弥补安安 医生也说 他这是心理疾病 叔叔呢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多过来陪陪你阿姨 给他将将安安以前的事情 叔叔也不让你白帮忙 这失败呀 就当做是给你的报酬 我听完立马就说 叔叔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和安安本来就是好朋友 多来看看阿姨也是应该的 可是一马归一马 在我困难的时候 安安帮了我 今天 我不能拿这个钱 当做照顾阿姨的费用 这让我怎么好意思 说自己是安安最好的朋友呢 可是 无论我怎么拒绝 叔叔都是不肯收这笔钱 最后还说 如果要是过意不去 就任我做干女儿 爸爸给女儿钱天经地义 弄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屏幕前的你们 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对于像这样情况的话 我到底是该答应 还是应该拒绝呢 也希望你们在视频的下方 给我留言 说说你们的想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